欢迎收看2019年6月18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紫彤 首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3日 加拿大多伦多猛龙队获得2019NBA总冠军 在当晚就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警方已逮捕7人 其中6人被控罪 随后当地时间17日 在猛龙队的夺冠大游行快要结束的时候 再次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两人受伤 当地时间6月13日 加拿大多伦多猛龙队获得NBA决赛冠军 之后多伦多众多球迷通宵狂欢 但在当天晚上 球迷聚在市中心街道交会处庆祝时 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警方透露 枪击案起因是一名19岁男子和另一名男子发生争吵 对方突然掏枪连开几枪 受害者倒地 生命垂危 同样在当地时间17日 首次夺的NBA总冠军的猛龙队回到加拿大多伦多 举行胜利游行庆典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这场集会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上举行 吸引了数万名球迷参加 加拿大总理 多伦多市长 以及包括NBA总决赛MVP 伦纳德在内的猛龙队球员们 在枪击发生时都在台上 枪声的响起 引起了人群的慌乱 随后 台上的主持人德弗林呼吁大家保持镇定 德弗林是多伦多猛龙队的御用解说员 他在主持庆典时 听到枪声后临危不乱 镇定地告诉聚集在市政府广场上的民众 说发生了紧急情况 但这是个爱和欢庆的聚会 大家要一起顺利度过 在警方控制住了局势后 台上的演讲得以继续 多伦多市长随后发表声明 感谢警方所做出的快速反应 他表示 这本该是一场愉快的庆典 所有人都对枪击安的发生感到失望 他相信凶手将会受到法律的公平制裁 虽然庆祝大游戏期间 发生枪击事件令人遗憾 但不能让这节外生枝的事情 干扰了多伦多人清晨欢庆的喜悦 多伦多警察局长透露 四名受到枪伤的人员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被逮捕的嫌疑人正在接受审讯 在刚刚结束的NBA总决赛中 多伦多猛龙队 4比2战胜魏冕冠军 荆州勇士队 首次夺得NBA总冠军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16日南美洲多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停电 根据调查断电原因来自阿根廷电力系统故障 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超过4800万人的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 当地时间周日 大半个南美洲整个陷入了黑暗之中 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家发生了大规模停电状况 断电连带影响到断水断化断网 都市生活几乎停摆 多达千万用户无电可用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爱丽丝 整个周日闹去街头冷清 红绿灯不亮 驾驶人刻意放满行车速度 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百货公司门口也门口罗雀 没有电没有光 警车刻意停在街头 以这种形式下足可能的犯罪 入夜之后一片漆黑 让人更加不敢上街乱晃 店家住家点起蜡烛 人们只能安静地等待电力进行恢复 据了解 南美洲东海岸的书电系统大断电 发生于早上七点左右 有4800万到5500万人受到影响 而在大约六个半小时之后 四分之三的用户恢复了供电 但经过十个小时的抢修 受影响的人群中 仍有三分之一处于断电状态 阿根廷能源部长表示 这次的断电故障 源于阿根廷东北部 亚西雷塔水坝 与萨尔托格兰德水坝 之间的发电站输电系统 一个主要电力互联系统崩溃 该国相关专家表示 阿根廷电网日久失修 变电锁和电缆残旧 专家称电网运作上和设计上的缺陷 是电网崩溃的原因 阿根廷总统在事故后发表文章 强调这次断电是一次空前的灾难 他们将尽快找到根本的原因 并进行检修 让社会恢复运作 并且避免类似的状况继续发生 两艘邮轮在阿曼湾遇袭事件继续发酵 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时间16日 就美伊日益紧张关系表态 美国考虑一系列选项 其中包括军事行动 不过他也表示 总统川普明确表示不希望发生战争 日前蓬佩奥在接受美国CBS新闻网采访时说 美国正考虑一系列选项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 能恢复威慑力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被问及这一系列行动中 是否包括军事行动时 蓬佩奥回答说 当然 但他同时强调说 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 不希望发生战争 当地时间13日 分别由挪威和日本公司运营的两艘游轮 在阿曼湾发生爆炸 围绕两艘游船在阿曼湾预袭一事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称有大量证据证明伊朗参与袭击 但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伊朗肯定对游轮预袭负有责任 他上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 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 并称美国获得的情报有大量证据 支持他的判断 在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则反驳 称针对游轮的可疑行动 更像是华盛顿对制裁的补充措施 对此中东媒体纷纷表示担心 认为围绕游轮的各种较劲 可能擦枪走火 使局势朝着开战的方向发展 当地时间15日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参加亚信峰会的伊朗总统努哈利说 如果伊核协议其他相关方不发出积极信号 伊朗将进一步削减对该协议的承诺 亚信第五次峰会在当地时间16日发表宣言 呼吁伊朗核计划各方严格履行义务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17日 波音公司在巴黎航展的成绩可能比原先预期的更差 在展期的第一天 波音没有拿到任何一款飞机的新订单 相较下 空中巴士公司取得123架飞机的订单和架构选择权 当地时间6月17日 第53件巴黎航展节目 共有超过24000家企业和组织参展 不出意料 波音公司也参与了展览 波音公司可借展览去重新取得客户和供应商信任 因此这次展览对波音来说是一个突破困境的重要机会 展会第一天 波音公司表现得并不好 据美国CNBC17日消息 根据航空资讯公司的统计 并未宣布获得飞机的新订单 与波音公司的情况相反 作为同行竞争对手的空客公司 生意十分火爆 获得123架飞机的订单和架构选项 表现十分良好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参观巴黎航展时 也专程来到空中客车展台 使得原本就是主场作战的空客公司 更加有底气 波音公司已经连续两个月 没能卖出一架飞机了 在这次可以作为突破口的展会上 依旧没能实现订单上的突破 对波音来说 信任危机若不尽早解决 恐怕还会有更多更难的问题出现 波音CEO 17日于巴黎接受CNBC新闻网采访时解释称 本次航展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同 和订单没有关系 而是和MAS机型的安全付费有关 他透露 737MAS的安全检验工作 正在有条不续的进行中 波音希望试飞工作可以尽快进行 但据外媒报道 有记者从美国飞机制造商 波音方面了解到 2019-80寒展期间 国际航空集团IAG 宣布了购买200架 波音737MAS的意向 涵盖了MAS-8和MAS-10两种机型 这也是737MAS机型被全球停飞以来 首次获得新的购买意向 据波音方面介绍 IAG和波音双方表示 已经就此机遇进行了讨论 并在航展期间签订了一份新的意向协议 按照目录价格计算 该协议价值超过240亿美元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